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大一爆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夏强 今天我们来说说高血压的货根有哪些 一,油炸食物 油炸食物如炸鸡、汉堡等大多含有大量的油脂 过量食用会导致血液中干油三脂等含量超标 食用油经过反复的高温加热 反式脂肪酸增加会对血管产生强烈刺激 引发脂质沉淀、动脉硬化加速、血压升高 二,啤酒 啤酒饮用过量同样不利于血压的稳定 虽然其中的酒精刚开始会刺激血管舒张、降低血压 但之后交感神经会兴奋 血管会重新开始收缩 血压水平会重新升高 若长期喝酒 血压的上下波动会使血管逐渐失去弹性 血管调节血压的能力降低 血压自然而然就会升高 温馨提示 高血压病是一种不能完全治愈的疾病 需长期服药 当血压控制好的情况下建议继续服用药物 若血压偏低 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药物种类及剂量调整 切勿自行调药停药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集中一个时间 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